世界上最长的昆虫 最大的蝴蝶 最大的羌狼 近40年的时间里 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曹天文 采集收藏了4000多种 共10万余只昆虫标本 用于教学科研和科学普及 1961年出生的曹天文 曾就读于山西大学生物学昆虫专业 由于受大学老师展出昆虫标本的影响 在大学二年级期间 他便迷上了昆虫世界 1981年暑假 曹天文骑自行车进行第一次业外标本采集活动 他从太原启程 出娘子关 途经河北 北京 经燕门关回到太原 一个月时间里 共采集到100多种节日动物标本 包括40多种蝴蝶标本 这次采集令他终生难忘 出娘子关的时候 骑自行车骑的 然后下坡的时候坡大 最后自行车止不住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就要出危险的时候 最后过来汽车 汽车从我身上过的时候一害怕 我就怕卷到汽车里头的时候 我就把车就打到那个庄稼地里头 这样连人带车就拱到地里头去了 自行车的杂全部都爆断了 最后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经历的 1983年 曹天文来到山西农业大学 讲授昆虫分类学课程 奇特诱人的标本激起了他对神秘有趣的大自然的探索 每年暑假 他都自费外出采集标本 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世界上最大的这种枪 史克朗 它也叫做罐头巨枪朗 这些史克朗是我们在西村板纳采集的 那么它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东南亚这一带 这个虫子其实采集的时候 它是正在拱分球 在曹天文的众多藏品中 蝴蝶品种达到2000多种 其中 世界上最大的蝴蝶鸟一缝蝶 物种稀缺 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 该标本长30多厘米 较为罕见 92年开国际空虫大会 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 当时来了很多外宾 很多世界上搞空虫的专家 他们来 他们也带了很多标本 我就用咱们山西产的大指甲蝶 还有红猪捐蝶 就和国外的朋友交换了很多 就现在大家看到鸟一缝蝶这一类 这个鸟一缝蝶 现在在国际上都是受保护的 2003年 曹天文在自费收藏的基础上 逐步开始转向学术研究 特别是2008年开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任务 研究工作取得进展 多年来 他号召的以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为主题的昆虫科普展 在全国各地展出350余场次 其科研团队创建了山西昆虫标本馆 宝藏昆虫标本达10万余只 2020年 曹天文与太原植物园共同建设 曹天文昆虫标本馆 面向社会开放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领略这种 这个昆虫世界的这种奥妙 使人产生兴趣 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的孩子们 从小就是在学习在志